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在这circle里面当然就是数据的群体了 然后我们这个集合运算符呢 我们一共要介绍四种unin unin-all 然后maners 跟这个inter-site 然后我们因为是数据的集合嘛 那么当然在circle里面就体现为表 然后我们这堂课主要使用的两个表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implye跟这个job history 两个表 一个是提供当前所有员工的详细信息的 另一个是这个记录员工这个工作的改变 好 我们现在不如正题这个unin预算符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集合A 有一个集合B 然后那么unin预算符呢 返回的是什么呀 是A加B 然后但是没有就是没有A跟B重复的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被消除的 这是unin预算符 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例子就是我们简单 我们之前的circle语句 我们都是写一个slap 当然不包括子查询啊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集合运算符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写两个slap的语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lap的 先从这个implye表里边 然后选出了这个implyeid跟这个job id 然后又从这个job history这个表中 选出了implyeid跟这个job id 然后我们做unin预算 得到的就是底下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相同的相合并 那么再看这个unin奥运算符 unin奥运算符这个跟uni长得差不多 多了一个2 2代表什么意思啊 2是不是就代表全体 然后全体是不是又多了呢 然后多了就代表unin奥运算符 是包括重复相的 来直接看例子 这个unin奥运算符 我们还是选择刚才的这个 两个表中implyeid job id 然后后边那个我们可以不看它 从两个不同的表中选择这个相同的数据 然后unin奥 我们可以看到会有重复的 会有重复的数据 然后也就是说相同的数据 不会被合并 你看到这个department id 相同的 然后跟这个implyeid相同的 不会被合并 然后再看这个unin奥运算符 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取两个集合的交集 也就是说中间这一部分 这我觉得这一部分实际上大家都学过数据 然后这个这部分理解起来应该很容易啊 那么这用使用internet运算符 以前是那些现代职位和当初被雇佣时的职位相同的员工id和工作id 也就是他们换的工作 现在又回到了他们的原来工作 我们使用这个internet运算符 然后也就是说从那两个表中取出这个交集的部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交集是比较小的 只有两个结果 然后再看这个最后一个minius运算符 那么取的是一个 只存在于第一个查询 而不存在于第二个查询中的内容 那么返回的是哪一部分 是这一部分 实际上也就是说集合A 针对集合B取了一个补集 虽然这么说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B不是全集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选择选择到的内容 最后的结果是在A中 然后不在B中 然后那么运算这个minius运算符 也是两个slack的语句 中间加一个minius运算符 我们可以找到那些从未换过工作的员工 为什么说从未换过工作的员工 可以用这个minius找到 找到呢 因为这个B它写的是B这个表记录的是job history 一旦这个工作有变动 它会进入这个表B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工作变动的员工呢 它是不会进入表B的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那些从未换过工作的员工 那么好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 还是推荐Sirco开发指南 这一刻就到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指南